竹山政工所为了响应政府推动 108年7月1号起现用塑胶吸管政策 结合竹山在地清创商店制作竹制吸管 希望将环保观念落实于日常生活 同时也鼓励更多人一起重视环保 让地球更美丽 环保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在台湾一年内就使用了许多塑胶吸管 造成了环境生态污染与危害 竹山政工所为了响应政府 从108年7月1号开始现用塑胶吸管 特别与在地清创商店共同推出竹制吸管 希望减少塑胶吸管的使用 同时配合政府政策 大家一起守护家园让地球更美丽 因为7月1号开始 政府就推动现用塑胶吸管的政策 我们希望藉由竹山有一些青创年的朋友们 有产生竹吸管的东西 我想说这个机会的话 跟大家推荐一下 竹山的竹吸管是蛮好用的 而且它可以重复使用 可以配合政府的政策 减少塑胶吸管的使用量之外 让这个环境更加好 希望说大家都喜欢 我们竹山的竹吸管 竹吸管这个部分的话 除了在青创业者的商家 可以买得到之外 那竹山我们本身也购买了一些 以后记得注意一下竹山政策所的相关的活动 我们会趁这个机会都会推广 会送给大家这种竹吸管的整套的一个设备 让大家体验一下竹山的竹吸管是怎么回事 小朋友人手一支竹子吸管大口吸着饮料 满足的笑容洋溢在脸上 对于环保竹子吸管的使用也价钱就熟 一点也不输给大人 有的小朋友还吵着要家长 也要一起用竹子吸管 我用竹子做的吸管和珍奶很好用 这样的吸管很好用 我也要叫爸爸妈妈跟我一起用 公主表示竹子不仅是竹山当地特产 无论对于生态生活来说都是很棒的产品 可说是最环保的素材 希望有更多人从生活作息 共同重视环保一体 减轻地球的负担以及污染 记者蔡世奇 竹山采访报导